本土确诊个案飙升 民众强打疫苗的乱象再起 桃园市就有民众是5点 就到了诊所来排队 但是这名额只有20个左右 而今天更有诊所是直接就宣布 疫苗已经断货了 没有办法再提供服务 而桃园市政府是表示 下周疫苗到位的话 还会再开社区的接种站 清晨5点起床排队 强打疫苗的景象 出现在桃园区一家诊所 民众向里长投诉 5点就起床排队抢疫苗 虽然诊所8点才开门 但诊所前面已经大排长龙 只有三分之一的民众 可以顺利打到疫苗 所以我觉得现在疫苗不够 这件事情是事实 所以像昨天我们这么长龙 大概就是三分之一拿到而已 只有三分之一 就前面有号码牌 后面的全部都没有 民众的确是必须花三四个钟头 然后这样去排队才打得到疫苗 我觉得这是现阶段政府 他应该去想想看怎么办 连续三天这家合约诊所 只配付到各一瓶的莫德纳疫苗 每天只能够打15到20人 今天起已经没有任何的疫苗存量 诊所只好紧急贴出告示 疫苗吃紧的不只有基层诊所 连医院的疫苗库存量也已经告急 市长郑文燦说 下个星期疫苗到位后 有机会再开社区接种站 那目前桃园的疫苗接种 医院也大幅提升 那代表说这个市民的防疫史是增加了很多 我们下周疫苗到位以后 那么还会安排社区接种站 因为现在各医院诊所 卫生所疫苗都很吃紧 全国本土确诊个案突破2000例 疫苗接种的意愿提高 桃园市统计疫情升温之后 还没有施打的民众 意愿提升了3% 不过现在疫苗已经几乎断货 4月23号下午一点到4点 在桃园火车站后站的疫苗水打站 恐怕会涌入爆满的民众排队强打疫苗 感谢观看